中华队从冬奥搬回至少十面奖牌 堪称台湾奥运史上手气最旺的一年 制胜秘诀除了归功于选手自身努力 师大运动科学实验室更是幕后推手 好来立板归零 可以上板 运动员站上侧立板抓举杠铃 地面反坐用力数据随即回传电脑 杠铃上方感测器 同时侦测偏斜度和平衡感 帮助运动员调整失力 让训练更安全有效率 担任国训中心运动科学小组 总召集人的师大运动竞技系教授向子源 利用AI影像分析技术 开发智慧纲铃轨机追踪系统 成功帮助2016年里约奥运和冬奥 举重对摘金 另外羽球和桌球 运动科学也扮演关键角色 怎么透过一些影像的分析 然后去协助他们找到对手的资料 其实这样子的系统不是只有我们在用 包含韩国 包含日本 包含欧美各国都有在用 得分的那个技术抓出来 那主要的缺失也找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帮我们的选手 去设计他们的战术 还针对他们对手的一些弱点去攻击 这次冬奥台湾射击和射箭队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实验室人员模拟平时训练方式 我们是把光点贴在肩膀手臂还有手背的位置 然后这一手这是直攻手 然后我们这个拉攻手 我们就又放一颗冠性感测器 可以看到他有没有一直线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他有没有上下的晃动 射击射箭需要高度稳定性 提高选手抗压力 也是运动科学辅助范围 像是射箭强国南韩 就把相似度百分之百的模拟赛 当作秘密武器 模拟赛就是我们希望营造一些气氛 让选手在好像是正式的比赛里面去比赛 然后这样在真正比赛来的时候 包含一些播报的方式 或者比赛的顺序 这些所有都要模拟当天奥运在比赛的现场 那这样子选手比较能够适应 那尤其像射击射箭 这种稳定性很高的这种动作 这种运动项目 其实这个部分就非常重要 运动科学帮助有多大数据会说话 南韩早期在1960年代 奥运整体排名还在45到19名之间 但1980年成立运动科学中心后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就紧进前十强 1988年汉城奥运更进一步提升到第四名 1990年代赛事表现低迷的日本出现强大危机感 2001年运动科学中心跟进成立后 2004年雅典奥运整体排名随即提升到第五 较出漂亮成绩单 这次被封为东奥奖牌制造机的辅大体育系 除了有运动科学辅助 系主任何建章认为 体育产业分工走向戏剧化专业化 都有助于选手战力提升 放眼奥运大国背后都有运动科学撑腰 拥有科技实力的台湾在东奥验收成果 2024年巴黎奥运选手表现指日可待 TVB新闻罗诗鹏丹元丽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